一定要选最好的PRP学校 跟最牛的老师 学就得学最高端的课程 什么负载均衡 主通数据库 动静分离 能学的都给他学了 这从兄弟出去工作了 看到主管 甭管有事没事 都跟人家说 The project is so easy 本有面子 什么是PRP大牛饭 PRP大牛饭就是 买什么东西都买两个 不买一个 买冬椒 喝一碗 倒一碗 就这么有个性 我们做程序员的口号就是 不求最好 但求不包座 大家好 前面我们用了几几个时间 来学习一下 通过BrowPRP来实现一些 项目中长的模块 比如说 用户登录和权限一些设置的模块 还有后台管理平台的一些结构的模块 以及一个 模块的标准的一个增判改查的写法 咱们用的是商场模块 那这几个开始呢 我们来开始学习一下 也是项目中比较常用的模块 分类模块 分类呢 在设计的时候呢 目前呢 项目中有这么几种结构 一种是固定分类 一种是便及的分类 那固定分类一般就是一层的分类 或者两层或者三层 那比如说三层分类 其实已经能将你系统里边的一些文章也好 或者商品也好 或者用户也好 分的很详细了 那如果还想非常详细的话 一般的比如说可以变化层级的 那咱们通常都是用无线分类 那固定分类呢 一般比较好理解 就像咱们普通的模块的写法是相似的 而无线级分类呢 是一个重点 但是呢 也稍稍有一点难度 对于一些新手来说呢 不太好把握 那这几刻咱们就来详细来说一下无线分类 我开启一个word文档 在这里设置一下 无线分类呢 其实有两种表结构 两种形式的设计 一种呢 咱们通常是点击式的分类 点击式的 一种是列表式的 那这只是咱们随便叫的一个名字啊 什么是点击式的分类呢 就比如说 在咱们程序里边 直接一进入就有外层的分类 就是根分类 这种点击式的 然后呢 用鼠标点击一下某一个分类 然后进入到这个分类的子分类 这分类子分类也是一个这样的列表 然后呢想进入哪个分类就点进去 然后这会出现 不从分类的级别一秒数 说你在哪个分类下 这样的 那如果分类比较多的话 适合这种点击式的 一层层进去 就像咱们进文件夹一样 点击文件夹里边多个文件夹 再点进去再有多个文件夹 这种就是这种点击式的分类 就像 比如说我们随便打开 吸盘 这是根分类 然后呢 我一点击进去 这是根分类下的子分类 再点击再进去 再一点再进去 就是这样的层次结构的 一种点击式的分类 这比如说变列出的是 类名 然后还有一种属于列表式的 那什么是列表式分类呢 就比如说咱们文件夹 就一下把所有的分类全列出来 这种列表式的 两种形式 那点击式的这种分类 适合于用 在分类中 因为咱不能说有一层分类就建一个表 那样的话表太多了 也不太合理 所以呢 因为分类的数据并不多 在一个系统里边 比如说咱们做一个论坛 里边有一百个分类 那这个论坛都是比较大的了 然后呢 一百分类每个分类下面有 比如说一万篇文章 那每篇文章都有一百个评论 所以呢 最需要优化表结构的 不是说分类 分类是最顶层 它的数据又往跟上走 它的节点越少 所以咱们需要 在一个项目中最需要优化的 其实是不起耳的一些评论的东西 而不是说最顶层的分类 因为分类的记录比较少 所以说咱们在做这种点击式分类的时候 咱最重要的是 把表结构设计好 用一个表去存所有层次的分类 那么就得用一个字段来标记 上一层分类的结构 那只要是我在一个文件夹上 比如这分类下 我知道后退一下 上一层分类是什么 在上一层分类是什么 我就能把它 因为直到上一层 上一层又直到他上一层的上一层 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么咱们就通过这一个关系键 咱们就可以把所有的分类 全部列出来 好 我们看一下这种表结构的设计 那我就简单用咱们够的字段 几个字段设计就行了 当然了如果你在分类比较多的话 你可以设置很多个字段 比如说按什么字段排序 字段的说明 这个分类下边图片 等等等等 那些字段 你用到你在家 咱们这先就以最简单的分类格式 咱们去试一下 比如说我们插入一个表格 比如说 四列吧 比如说有个ID字段 有个PID的字段 专门做负类的 然后有个类别名称 比如说再有个类别的描述 假如说咱们就这四个字段 然后呢 加一个分类 这块有一个ID ID是1 比如说多几条记录 我就少写几个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比如说 就是九条记录 咱们就可以 因为 最主要的是表结构要清楚 因为表的不同设计 就会影响到代码的不同写法 所以一定要正确的表结构 咱们才能写出 比较正规的一些代码来 那比如说 这边有名字 比如说分为 Soft 有分软件和网络 和网络 然后软件 比如说有Java 有PIP 然后呢 这有J2SE 然后有J2EE 还有J2ME 那不行 PIP 比如说里边有Smart 然后有BROPIP 在BROPIP里边 比如说有XML的那种自动验证 XML验证 你就随便写了 然后比如说 再有GSP 等等等等 那我们这只是随便写了一些按技术去分类的名称 那比如说 咱们进入IT系统 学习的系统里边 比如说就分软件和网络 那这俩就属于顶层分类 顶层分类是没有负类的 所以那么ID就是零 负类ID是零 然后Java属于软件里边的 所以软件的ID是一 它的负ID是一 PIP也属于软件里的 那它的负ID也是一 这团SE属于Java里的 那它的负类是三 因为Java的ID是三 然后呢 E里边也是属于Java 也是属于三 Smart属于PIP里的 那它的负ID是五 BrowPIP也属于PIP里的 那它ID是四 那BrowPIP里边插面验证呢 那它的ID是八 然后GSP呢 属于J2E里的 所以它的ID是六 这会儿我再加一个十 等等吧 这样的一个表结构 这种表结构 那么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 这种点击式的 我们就很容易知道 某个分类的负类 那它的负类又知道自己的负类 所以这种呢 为什么适合做这种点击式的呢 因为我们用语句 只要知道一个负类的ID 就能把负类的子类全拿过来 比如这 PID等于0 插根真分类 那我们写四颗语句的时候 就是兴 from从 假如说这个表名 我们叫做CET 那from从 CET表里边 var条件 PID 等于 我们就可以这样做 $ $PID 那这样的一个语句下来 我们就可以查到所有根分类 那现在假如说我想查 P2P下边的分类 只要把这负ID 假如说唯一点击 P2P的时候 就会把这个 它的什么ID 传给这条语句 那就把四传过来 那我这给四 查出来就是四下边的所有分类 那为什么这种不适合做 刚才能说的 这种列表式的呢 为什么不适合这种列表式的呢 因为你想象一下 如果做列表式的话 咱们就得用地规查询 就像便利目录一样 用地规去便利 那我都说用地规去便利 有什么不好呢 因为你每一层地规 都得用一条语句查询 这样的话 如果表里边有一千条记录的话 有可能你语句就得执行二三百条 这样的话 二三百条的效率就是比较低了 那如果咱们做列表式的 如果用下边咱们马上要讲到的技术 那么只需要一条语句就可以 另外比如说我们做删除的时候 也是如果想删除这个分类 以及这个分类下边的所有子分类 你也得用地规去删 那么涉及到四颗语句也会比较多 但是是可以实现的 所以说 为了效率考虑 那做点击式的时刻是 因为点一次 他只要一条语句就把子分类列出来了 那不光是点击式的 还适合用阿解克斯做分类 比如说一点的时候 这样分类直接显示到这个分类的下边 就像 比如说咱们的系统里边 做一个阿解克斯 比如说我先一点PSP5 诶 列出来了 那用阿解克斯做分类呢 就一点的时候 这个下边子分类 线通服务器取 那也适合这种表结构 因为一点的时候 只要传一个他的ID过去 那边根据这个ID 作为负ID 一查他所有子分类 再一点又进去 然后到具体的分类下面 就可以了 那这种点击式的和阿解克斯分类 都适合这种表结构 那这种表结构呢 也比较好的意见 那现在咱们要做的是列表式的 列表式的什么意思呢 就像我们这样 大家我重新把这个拿过来了 列表式的 我给大家 有的 有的同学没见过什么是列表式的分类 如果你经常装一些开源项目的话 你会用到这样的列表式的分类 比如说我先给你演示 咱们后边要讲的项目的中的一些分类 Admin Admin 记错了 然后VX 看不清换一张 W3IM 比如说我们内容管理中有个 你看 项策 这种分类 就是列表式的 就跟刚才咱们这种看到的是一样 这边有个列表 那咱这块呢 也是出现一个列表 或者是 栏目 咱们也是用列表式的 图片 这也是列表式的 这种分类 这就叫做列表式分类 那咱们设计一种表结构 让这种分类 将顶层分类 包括每个分类的子分类都列出来形式 想用一条羽织做出来 这样的话几百条羽织变成一条羽织 效率肯定会大大提高 所以呢 我们要想做列表式的分类 就得知道每层分类的所有的负分类是什么 所以我们就不用PID了 我们用一个给它起名叫PASS 路径 那我都说为什么叫路径 其实在咱们操作系统里边 目录结构就是一个无线分类 目录结构就是一个无线分类 那你看目录结构既然是一个无线分类的话 那我们上面这个就是一个路径 你看C盘假如说是根分类 那根分类下边有这么多分类 一点下 然后这是APPSOAR下的分类 3W下的分类 PXPMADME下边分类 还有CSI下边分类 你看一下 这个就是路径 所以我们把单存的第一种表结构 只存负类的标识 变成存所有负类的标识 就把这个结构存进去 那只要换一个思路 一个思想 我们就可以在程序中 用另外一种方法去写程序 咱们说了 刚才咱们还提过 在一个项目中 表设计成什么样 那有可能代码就得写成什么样 所以代码随着表结构去变化的 最起码数据库设计这块是这样的 那换成PASS 那把所有负类都存进去 比如说 像名字这个 名字里 当然我们这里边 你可以直接存一个FID 我们再 做一个 比如说插入 你两个都可以放着 因为这个表数据量不大 数据量不大的话 会这表格 如果数据量不大的话 你完全可以 把这个 存成两次 比如说负ID存一次 这样的话 你就不用说 在用到负ID的时候 就不用从路径里边去分割了 PID 就代表负ID 这里字段 我给你留在这 多加一个字段 不是什么大事 虽然会有一些冗余 因为在PASS里边 存所有路径 那所有路径中 也包含了它的 负路径 单两个全放着 有的时候做成 会方便一些 因为咱说了 数据库设计的时候 原则上是不允许任何冗余的 但是呢 如果不允许任何冗余的话 有可能你在从表读的时候 是从多表读啊 所以有些冗余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咱们看一下路径怎么写 路径呢 这分割符呢 在咱们这里边是使用斜线 所以咱们在这里边也可以斜线 比如说 我先写一个GSP的 GSP的负ID是6 那6的负ID是3 你看 6的负ID是3 这块3 而3的负ID是1 3的负ID是1 1的负ID 那是什么 顶层根类是0 所以这就是一个路径 我通过这个 用字无串存储的 那我就知道 GSP上面有6 有3 有1 有0 有这么几层分类 这就是路径 但是我个人喜欢用 你可以用杠线 比如个人喜欢用杠线 当然斜线都是可以 这只是一个分割符号 但是我建议大家最好用多号 用多号 为什么建议用多号呢 因为在色课语句里边 selection from 我们从CAD查询的时候 比如说外条件 ID通常在这里边放 你如果是多号的话 你不用任何处理 直接比如说往这里边一放 直接就全号使了 而你用斜线也好 用杠线也好 那你需要把它转成这种格式 所以我推荐大家使用多号去分割路径 但是最好理解的是这个 这就是路径嘛 所有符类 但是我个人偏好使用连接处都是用杠线 用什么无所谓 只是处理的时候的一种方法 那咱们把每一层分类都写出来 软件或者是供 soft和net这块属于是根分类 不用路径 那加瓦上面是零 分类是路径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然后呢 这条se属于加瓦里边的 上面是加瓦是1 1上面是零 然后这条se也是零 斜杠1 斜杠3 然后smart这块它属于负类是4 4的负类是1 1的负类是零 然后这块也是一样的 4 1 零 然后 这块是8 8的负id是4 4的负id是1 1的负id 是零 好 就这样 把表结构变换一下 把pid换成pass 这样的话 咱们色课语句就好写了 那好写在哪呢 看一下 其实不是色课语句好写了 而是咱们做这种列表 达到这种目的 一条语句就可以搞定了 那想实现这样的语句 为什么一条语句能搞定呢 首先我们要在这块做两件事 形成这样的结构 需要做两件事 哪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把它排序出来 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先分出来 所以有两件事需要做 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什么 第一件就是你得会排序 得会排序 怎么排呢 我这里边 我将这个 换一下 所有的替换 将所有的斜线 替换成钢线 用什么都行 你不用改也行 看需要两件事做 这是它的所有负类路径 第一个是排序 就像它 哪个负类在哪个子类下边 完全有这种结构 比如说 首先是软件 然后呢 软件下边就不是网络了 是什么 是加瓦和P2P 而加瓦下边 咱们又有J2 SE和J2EE J2EE下边 咱们还有什么GSP 然后P2P下边 有Smarty 有BROP 然后有XMR 验证 所以呢 这是这种排序结构 这是第一件事要做的 那第二件 你排完了之后 我们第二件什么 就是缩近 样有层次结构进行缩近 缩近 怎么缩近 根分类的不用缩 下边 比如说 加瓦 这段S 在它底下 这样在它底下 GSP 这样的缩近 P2P 属于软件 这样 然后这样 下边还有一个 就是Net 网络 这就是缩近 所以咱们要先排序 再缩近 那排序怎么排 怎么用 因为用色格语句 排序的话 那哪条语句 可以排得出来呢 按哪个字段排序呢 能排得出来呢 或者按哪两个字段排序 能排得出来呢 你看一下 你可以想一下 怎么去排成这样的结构 所以通过咱们的观察 现有的表结构 你怎么排 也不能排出这种结构 比如说 用第一个排 它就是这个顺序 用这个排两个零在一起 用这个排也是两个零在一起 不是说软件下面有加瓦 按这个名称排 那就更不可取了 其他字段还没有 所以现有字段是排不出来的 所以咱就需要 变换一下表结构 怎么变换 如果我将所有的pass和id相连 那就是比如说 再连接个1 所有的pass都跟id相连 2 3 4 5 6 7 8 9 10 你这个看一下 现在我们按pass排序会出现什么结构 那肯定是第一个开始的肯定是0 然后1 那下一个就不是02了 而是还是01 那01后边再找013 那下一个不是014 而是0135 然后0136 0135 0136完之后 咱是014 然后0148 01489 然后再回过来 再是02之类的 所以咱们按这个字段排阅就行了 所以色课语句有办法将这两个字段合成一个字段 只要我们这么写 select select 比如说查出来id 然后pass 这块是concat 用一个函数连接 将pass连接一个杠线 再连接一个id 这样的话 起个别名 比如叫做abspass 绝对入境 那就连上一起了 然后from从cat里边 ordr orderby 按谁排序呢 按abspass排序 如果pass相同的话 再按id排序 这样的语句 咱们排序就完了 那得到的就是一个排序后的一个结果 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然后咱们下一步是做缩进 用这样的语句 能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列表数据 当然我们查出还有个abs绝对入境的pass 那么根据的pass 你可以查一下 有几个杠线 我缩进几次 按这个表结构 你看一下吧 因为这会我们又多加了一层 这多加了一层 而这会没多加一层 另一层的这会就是 有几个杠线 有几个杠线 我缩进几次 没有杠线的就不缩进 所以呢 我们如果按杠线去分割的话 按杠线去分割的话 我们完全能得到杠线的次数 那分割成形成数组 根据数组的个数 我们去取就知道什么 就知道这个杠线的个数 那杠线个数肯定比数组的个数少一个 所以我们通过这里边就值得缩进几次 那我们就能形成这样的结果 好 我们先来在数据库里边建一个这样的表 然后我们把这个数据加进去 MySQL-U root-P123456 据说P2P这个库里边 我就直接在这建了 但我也不给大家保存文本文件了 如果大家到了这个做实验的话 跟我一样创建一个表结构就可以了 show tables 我还是在这建吧 这样的话大家在做实验的时候 可以把我的表结构粘过去就可以 所以CRET创建 先把原来有的表删掉 DROP删除表 如果EXISTS 如果存在删除 细说下滑线下边的CET这个表 然后 CRET 创建 表 CET 里边分别有ID字段 PID我也写上吧 然后PASS字段 NAME字段 那其他字段可写可不写 我就 因为咱们项目只是做分类 那些描述的东西 咱们就不用了 那我就写这几个字段就行 ID INT 然后UNSI GNED 然后NOT非空 UTO下输线 INCREMNT PID 也是INT 然后UNSI GNED 其实你这可以用 不一定非得用INT 你可以用小整形 因为分类的数据并不多 没有必要用长整形去存 那你可以用 small INT 短整形 那这块也是用small短整形 然后无法二的 这也是NOT非空 然后 缺省值为零的 PASS咱们就用字无串存就行 用VX 比如说 存100个长度就能保存很长的一个路径了 已经完全够你项目中的分类了 所以不要说100个才能装多少个路径了 你可以看一下能装多长 然后 非空 NOT非空 Default 缺省值为空字无串 然后 名称 名称 等就是 分类名称 随便用X 或者用VX都可以 比如说 40个字段 NOT非空 缺省值 为空 然后 先记 你可以预计一下用什么查询 当然所以是后件的 跟前面的表一样 比如说咱们通常按 PID CAT表里边PID去查询 那你建个PID的 所以 比如说按路径去查询 Index的 PATH CAT表下的PASS 那我这块用PASS 然后 主件 PRIM KEY 主件 那就是ID 好 这样的一个表结构 那么来 把它粘过来 好 DS DSC 看一下 咱为了做演示效果 看刚才的语句好不好 我用 咱们先干嘛呢 先在这里边 插入一些简单的数据 比如说 Insert Into 插入到这个表里边 InsertInto 是细说 CAT表里边 插入哪几个字段呢 ID PID PASS 和NAME 这几个字段 微留值 比如ID是1的 负ID 我可以按照 这个表结构 去插入一些同样的数据 你看一下 ID PID 然后是 PID是0 PASS也是0 字不刺的 0 然后 名称 Soft SOFT 软件 然后再插一个 ID是2的 负ID是0 PID是0 这块是 Net 然后再插入 第三条是 ID是3的 负ID是1的 然后这块0 杠1的 然后这块 比如说 咱们存的是 加瓦 然后 ID是4的 然后 负ID还是1的 然后这还是0 杠1的 咱们存一个 PRP 然后 咱们得简单去存几个 ID是5的 5的负ID 比如说是 3的 然后 0 杠1 杠1 杠3 比如说这块存一个 J2 ME J2 E 然后咱们再存一下 ID是 6的 负ID是 比如说是4的 然后 0-1 杠4 这块存一个 BRO P 然后再存一个 ID是7的 负ID是 比如说是 J2E的 那就是5的 那ID是 0-3 5 然后 比如说是 J2E 下面有个 GSP 好 我就简单 这些数据 Selection 从 从 下方线 CAT 这个表情 这下边 你看 就这表结构 现在我们最主要是排序 然后再缩进 那排序呢 就可以按刚才 咱们设计那种表结构 Select ID 然后呢 是 Con CAT 它可以连接 将 什么 将PASS字段 连接一个杠线 然后再连接上ID 然后起个别名 叫ABS PASS 然后from 从这个CAT表里边 你看一下 得到这两个字段 但这两个字段 不是排序的 还是12357的顺序 所以我们这里边 当然了 我们还需要用到名称 加一个排序的条件 OR DR 按谁排序呢 按ABS PASS 按这个去排序 当然这个如果有相同的话 那我们再按ID去排序 你看 现在得到结构 比如说软件下边有加瓦 加瓦下边有J2E J2E下边有P2P 一边有JSP 然后P2P P2P下边有BROP2P 然后呢 然后这只网络0个2 这样顺序咱们就出来了 表结构咱们已经都有了 所以只要在框架里边 能执行这样的语句 那我们就把这个问题给搞定了 到这呢 其实咱们只是把表结构设计完了 现在咱把这个 无限分类的 演入到咱们前面做那几个模块中 专门建一个分类的模块 比如说我们在 咱们这里边的后台里边 空中器里边 专门建一个分类的模块 在CET 咱其实前面这个空中器名称已经好了 这里边有 也是增判改查 Faction ADD 已经有了MOD 然后 Faction这里边有一个update 更新 然后Faction这里边有一个DL删除 然后上面这块 添加这块还有一个insert 我就不给大家注视了 跟原来的道理一样 增判改查 那每一个都是操作 每个操作在这里边建一个方法 然后呢 咱们说在这里边 如果把执行思考语句 比如说做列表这块 或者是特别是 咱们在页面里边 无限分类 有两个地方有列表 比如说 一个是这个地方有列表 然后比如说添加相册的时候 你看这个地方 也有列表 跟刚才列表是一样的 然后修改的时候 这个地方也有列表 看到了吗 所以咱们记住一个原则 如果我把这个数组 从数据库里边 用刚才这条语组 把它拿出这种数组 扔给模板 让模板去摆 那么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像这个列表 或者是添加文章 这个列表 或者修改文章列表 或者前台 有可能这个列表 会用到七八次 那你每次都用美工 重新摆一次吗 那这样的话 就不太科学了 所以MVC模式 咱们需要把这个 做成一个组件 那做成一个组件 就是独立的处理过程 咱最好是写在model里边去 只要控制器里边 让它一条 让前台一显示就可以了 比如说 我现在 在这里边 控制器做成列表的话 那不光是这个分类里边用 比如说 咱现在在这个里边 再把咱们前面那个打开 登录一下 然后这个咱们前面 这俩是用一个登录的 没关系 咱们现在用这个 你看 添加商品的时候 咱们也给它加个分类 编辑商品的时候 加分类 然后呢 添加分类的时候 也得选择上次分类 编辑分类 也得选择上次分类 所以像这样的模块 咱们把它做到model里边 那我只需要 在这个商品控制器里边 我只要 添加界面的时候 我只要这块用一个 $ZS里边 ASI基因 分配一个 分类 那这个分类在哪呢 或者叫做下拉列表 select 下拉列表 s1.1cd 我只要从 d 这里边 CAT这个分类里边 找一个 select 下拉列表就行了 但是这个CAT slide 不是查询所有的表记录吗 怎么就是那个下拉列表呢 所以你在这里边 自定义这个方法的时候 别叫select 会把原来的覆盖掉 比如说下拉列表表单 form 就可以了 然后在前端 在前端什么地方呢 也就是 在这个地方 在 哪块 不是 在添加商品的地方 添加的地方 如果我需要用到分类 商品名称 上面写了 什么 商品 分类 我只需要在这加一个 CAT 我起的名是叫CAT 还是叫select 我刚才都关掉了 这叫叫select 所以呢 我们在这块 只要加一个select 就可以了 select 这样的话 直接就有这个样子 就直接有下拉列表 所以并不是说 我在每个地方 用到的时候 就在 比如用到地方 在这里边大量的写一些 什么代码 那就不太好了 看一下把它做成组件 怎么做呢 这个时候就需要 写到model里边去了 看 咱说model里边 尽量不写 什么 跟模板 试图有关的东西 但是有的时候 把它做成组件 里边就得有一些 像这样的字幕串的输出的 之类的东西 不然的话 你就会让每工太类 反反复复写 重复的东西 这块加上cat.class.pwp 做一个model 这也是咱们现在开始 第一个 在项目前准备中 第一个做这个分类 就是做这个model 你也看一下 咱们什么时机 做这个分类 所以这里边有个方法 叫做select select fomform表单 然后这里边 只要做一个rtml 等于空 然后返回 $rtml 一个字幕串 就行了 那在这里边呢 $rtml 点 等于 你就可以写 select select name name 等于 假设叫做 pid 也好 或者叫什么 也好 这个东西 咱一会儿咱们都可以 做成像它 可变的东西 然后 $rtml $dr 等于 斜材 select 这样的话就有一个下列表了 虽然下列表没有下列表选项 那我再写一个 里边加一个optl option 斜杠optl option 然后我们在这里边加上一个 一行A就可以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好不好用 那我们在这会儿再点击下编辑商品 哦 这个类里边 嗯 go the action里边 这个22行 有一个 错误 这会儿忘记 分号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 编辑商品这会儿看不出来 添加商品这会儿 就一个下列表 一个选项 所以呢 我们只要把数据库取出来 数据取出来 形成这样列表 那我们这会儿就可以看到这个了 当然了 添加分类的时候 最好是更改表结构 嗯 更改表结 更改表 细说下滑线的 godsadd 添加一个分类 叫做 啊 分类cid也好 或者叫做pid也好 叫什么名称都行 比如说这块叫cid 嗯 这块叫c 我给你 让你做一个变化的名 这块用cid 然后咱们做分类的时候 用pid添加 ftr在哪呢 在id之后 加一个字段 哦 忘给类型了 然后这块也是 整形的 not 非空的 就直接加个整形吧 好 这样呢 我们就有一个分类字段 就能选进去了 当然这块不是重点 但是这块必须得加一下 然后 我们重点是在这里边 怎么形成对表结构 因为我们在外边 已经用什么 在这个 添加也好 或者是 或者是 这块也好 已经用到了这个分类 指定了表明 所以已经连接了数据库 创建了对象 所以这个方法 用到的对象 只需要使用这次就行 所以我们在这里边 在model里边 连接数据库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用 this 数据 等于 $ this里边 select 查询出所有的表 但是必须按照 咱们规则去查询 都查询什么呢 F-I-E-L-D 查询出 咱们想要的ID 然后呢 C-O-N-C-A-T 可以在这写 直接写下 查出pass 然后 杠线 再连接ID 起个别名 叫ABS pass 咱要分类的名称 这几部分 然后 ORDR 排序 都按什么排序呢 按ID 按这个ABS pass排序 和ID 两个字 排序 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在这里边 查出的一个数据 就是刚才咱们看到的 这种表结构形成的速度 好 那我们这块 循环的时候 有几项 我们把它放到几个 这里边 这块只要用一个 4H 便利 数据 作为 比如说 每一行 然后 我们在这里边 只要我们把谁放进去 这块就是有一个名称 $RW里边 不有一个 name 我们只要把它放里边就可以了 把这个 或者我们用 while 循环 例子的 也都可以 把它直接变成 数组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这块 用一个while循环 然后里边用list 里边分别接收 id $forid $for pathpass $forname 当然这path 这个名称 都跟它一致 abspass 然后 等于 等于这个 data这个数组 便利这个数组 把数组 直接咱们转成变量 然后这块 直接用名称 我们这块就直接用name 现在我们看一下 现在是没缩进的时候 但是是排序完的效果 我们看有没有 添加商品 我们这块有一个 有一个问题 看一下 wow循环list 这个数组 还是改回去吧 因为这块不像 咱们不是从数据库 一条条取的 那么 它会一直死循环下去 这块 大意了一下 dt 作为一个 row一行数据 还是用刚才那个row一行里边的name 就不得直接转成变量了 你可以每一个单独去转 好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添加商品 你看 就出来了 当然如果我们也想它有根分类的话 我们在上面可以写一个固定的html 调等于 第二步要做的就把它做成什么 做成有层次关系的 那层次关系呢 咱们现在就得按这个pass 取出这个pass 也就是咱们现在看到这个 有几个杠线 咱们去掉几个 那这个最初的表结构呢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结构pass的 有几个杠线存几个 但是我们通过这个连接组合 让每一个多加了一个 其实这个是有几个杠线存一次 那这话如果按数组分割的话 那这话就会多出一个 而且有几个杠线分割几个 你看有两个杠线会分割三部分 还得去掉一个 所以abs从这个pass里面 用杠线分割形成这个数组 咱们得减去两次 才是这个杠线次数 因为我们后边补上了一个 看补上了一个杠线 然后呢原则上是 一个杠线去分割会两个值 而咱们是一个杠线缩进一次 要一个值 所以再减去一次 那我们在这话就先 求出这个pass的这一个长度 假如说我们想求出这个数量 num就杠线的数量 等于用explode分割 用杠线去分割谁呢 分割row下边的abspass 用它去分割 分割完之后只是一个数组 但是那一数组呢 他说了要减去两次 一个是组合多那一次 和一个杠线就会分成两个的那个问题 那这块cunt统计数量 数组的数量 这块我们还得减去2才可以 那有数量了 那我们在这前边 就是一个杠线换成拔空格 一个杠线换成拔空格 所以呢 我们需要在这块做一个spat空格 spac吧 等于 这块是数组的数量 你加一下注释 数量 这块是 有一个数量 就是有一个谁的数量 杠线的数量 换成八个空格 所以有几个换几个空格 那我们就看那数量是几个 用谁去组合呢 字母串处理一边 strrepeat 这个是重复次数 比如说让a 这一行a重复 八次 就相当于八个前面 这个a相连 那如果把这个a 换成是 andful nbsp分号 这是一个空格 那 Ctrlc 我在 这块就拔空格 那有几个数量 num 我就换成几个空格 然后把对空格 补在 连接到 谁啊 spac 这里边 这样的话 它就缩进了 所以 就是咱们前面设计的两步走 现在上面 你看 就缩进了 那这种缩进呢 不太好看好层次关系 所以你可以 简单的 在什么 在后边 比如去掉一个空格 一个空格 我换成什么 是一行直线 或者是 我先在这会儿 在这会儿连接的时候 我先用一个 比如说 竖线 杠线 先加个这个 竖线杠线 你看一下结果 添加商品 这样一看 每个前面都有竖线杠线了 就是一个 这么一开始标识 然后如果每个都看出层次关系来 我们最好 在这个前边 加一个 也再加一个竖线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你看 这样就能看出一个 缩进的层次关系 看GSP锁进几层 那这样的话 这个分类就可以加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添加数据的时候 这个分类能添加上去呢 添加一个商品名 111的 价格11的 数量11的 然后图片 然后 添加 好 添加成功 那我们现在 就可以在这个数表上 select 行 from 细说 下游线 goods 下边 我们看到 刚才的顺序 110 倒叙一下 ordr order by id 排序一下 没加进去 因为这里边 它有空记录了 因为这里边 起的表明 我们看一下 bsc 看 西数 p dods 这里边表明 叫cid 对 这里边表明 叫cid 而我们现在 这里边的表明 这里边自端名 我们叫做 叫做pid 所以这个名称 我们可以 用它什么 name 在这传进来 名称叫什么 我们完全可以 自己指定 dollar name 默认 就让它等于是 比如说 不传的话 现在叫做pid 那现在 我们就要想用到 这个名称了 我们现在就需要 在这块 传一个 它的名称叫做 cid 默认是pid 我们改掉一下 一个名称 我们再来加一下 试一下 添加商品 55 就有一个 id是0 那我们再加一个 id不是0的 比如说我们选择 加往下边 666 添加 我们再来看 数据表 加不下成功 id还是0 为什么是0呢 因为通过这样的测试 我们就知道 问题在哪 因为我们在这里边 密加v流值 vrav流值 等于 $ROW 下边的 里边的 id 选择哪个 就把哪个id 作为副id 加进去 这回我们再来 最后是一次 你看一下 添加商品 选择 G2E 里边 777 你看id是5 就有了 最后一个 777对应的id是5 我们就存进来了 那修改的时候 也同样用这个 所以我们在修改的时候 在这块 这不添加吗 在修改的时候 我们同样 在界面上 也是把这个 拿过去 添加的这条语句 也同样 把这拿过去 然后修改记录的时候 这块 这个 这只是修改 界面上用的 但是修改界面 等下有个 默认值 就是默认这个修改 你看我这先加上 你先看一下效果 然后咱们再去改 在 admin下边的 是图下面 CAT下面 修改界面 我同样在这块 也得让他有一个商品分类 商品分类 这块 同样用一个 doll for ser select 但是如果 我不要他有默认分类 不管我现在是哪个分类 比如说 编辑商品 你看我最后一页 最后一个12477 这个他分类其实在加我里边 但我一点修改 你看他还是跟分类 而不是那个 在加我的分类 那这怎么办呢 那我一定要把这个 怎么的 在这块还得把 当前是哪个分类的 这个分类值传进来 所以我这会还得传一个 当前分类的那个 所谓的分类id是多少 所以呢我就必须把这个数组 分类c复制出来 doll for gods 等于 拿出来之后 这里边 gods 我在这块把分类 当前这块上面已经是 取出这条商品了 这个商品的 哪个字段呢 是 这个商品里边表叫cid 把cid取出放回来 因为他还保持这个原样 那这会儿放进去了 这里边就可以用吗 那这会儿肯定还接受一个什么 上层的一个 pid是多少 就是负层id doll for pid 默认 比如说这样它是零 然后 这里边 我们看选择的是哪个 这里边我们就得加上一个 变量 叫做serected serected 加上这一个变量 然后我们这会儿判断一下 serected 它等于 因为你只要不存零的话 其他的都是根分类嘛 然后 如果pid pid 这块 就是不等于零吧 不等于零 我们就要select 等于 select 这个 如果等于零的话 我们就让它是空字无串 这样的话 如果pid存的是零 那么 是零的话 就假值就是空字无串 那这里边就不选择 它会选择是 默认是根分类 如果这块存的是一 是真 存一的话 那这块 嗯 不应该说用这个 等于这个 用它得等于谁啊 doll for row里边的 嗯 id 如果跟它相等的话 加括号 我们就出现slite 就是你当天存的id是5 便利的时候 这个5和这个记录里边 取出来的id是5是相同的 那我们就select 放在这块 那这块就默认选择 否则就是空字无串 我们来试一下 你看 我再编辑商品 到末页 找最后刚才那一个修改的一个 你看 这块 默认就是这图一 那我再添加一个商品 你看 我选择 比如说选择 propeerp下边 我加上一个 嗯 888的 添加 到类表里边 我们到墨页 找一下这个 最后一个888这个修改 你看 就在propeerp里边 所以默认用这分类 就可以直接显示了 所以说 这个我们把它做成一个组件 虽然这里边有组合RTML的嫌疑 但是你组合RTML 这个虽然是美工要做的 但是如果把它做成组件 那不管它用多少次 它都是同样的一个下落类表 可以选择负类分类的 所以有的是能作用灵活一些 MVC分层 有的时候为了把它变成独立的模块 是有必要混合的 如果把这个不放在model层 放在其他任何一层 都是不合适的 放在控制器里边 如果放在控制器里边 你看 把刚才那一堆代码 如果放在这 流程就会乱 对吧 如果把它形成数组 让美工去摆 那美工用起来 就不是说一条代码 这块就可以用的 它会许写多条代码来使用 但是并不是说 把所有的输出都变成组件 那 有的 有的同学肯定就会 那我把所有页面输出 我如果都往model里边这么放 组合自无串 让美工就摆几个变料 那你还用美工干嘛 对吧 所以呢 咱们要分 你记得 如果一个界面 一个界面的东西 被多次用到 你才能使用这招 否则的话 就用一次的东西 就让它在哪啊 在页面上去写 好 这节课我们先介绍到这里 剩下一部分 我们对于 它的管理上 资产改查的东西 这里边只是要我们 先了解一下这个 分类结构 资产改查的东西呢 我们再到 再到我们的 下一节课 我们再先大家介绍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我们先到这里 人生自古 谁无死 来生再学 PAP 孙 当作人爵 死 一学 PAP 垂死 冰中 金作喜 今天还要学 PAP 少壮 不学 PAP 老大 涂上 不学 洛阳 亲友 如香问 就说我在学 PHP 春远 不觉晓 处处 学 PHP 在天院 做 李 在天院 学 西区 PHP 祝你巡派 千百度 不然回首 那人正在学 PAP 是P 对 是PAP 词 词 词